我会劝她的 我怕你劝不住她 你记着 如果你们一旦 碰触到了对方的肌腹 一炷香的时间之内 倘若她不离开 你就会魂飞魄散 这是你们母子唯一见面的机会 你也替我转告她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看她 但我希望她能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活一辈子 我 您是 我娘 真香 娘 娘 您怎么了 没事 不要紧她 娘 娘 娘 我终于见到您了 真香 让娘好好看看你 对 我也好好看看我娘 认识了你 你过得好吗 以前 我小的时候 我爹不告诉我实情 我看到别人都有娘 只有我没有 我恨过您 我恨您 为什么这么多年 都不来看我一眼 真香 是娘对不起你 不 娘 您在别的地方受苦 可我一点本事都没有 不能把您救出来 娘 是我对不起您 不是你的错 真香 你不知道 娘能见到你心里多高兴 我也是 娘 我要天天跟您在一起 把这十六年都补回来 娘 咱们回家吧 娘 尘香 你现在 是在梦中 尘香 你爹来了 他就在你的身边 尘香 抓住你爹的手 娘 娘 三生母 娘 三生母 娘 严重 二龙神 把您关在什么地方了 你不要问我 不 娘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您出来 真香 我告诉过你 千万不要碰到她的身体 要不是我及时拉你回来 你就魂飞魄散了 爹 你没想过去找我娘吗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想又有什么用呢 可是 不试一试 您怎么知道做不到呢 做 真香 真香 在你出生之前 你娘是爹的全部 爹也是你娘的全部 爹和你娘 都可以为了对方 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但自从有了你 你就是我们的全部 不 因为你的身上 流淌着我们的血液 我们全部的寄托 都在你的身上 只要你能快乐 平安地度过一生 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再大 都是值得的 谁啊 谁啊 谁 谁撞我 谁 你 爱 来 我 大哥 麻烦你把我拉过去吧 来 来 好啊 好 使劲 使劲 这位大哥 你也来帮忙吧 好嘞 来 是 大爷 您打把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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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啊 一二三 使劲啊 使劲啊 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大白天见鬼了 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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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二郎神 臣香 这大白天怎么见着鬼了呢 臣香 嗯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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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这么回去太丢人了 非让柱子和狗蛋他们笑话不可 你在这儿挖什么呢 你在这儿挖什么呢 什么也没挖 没有 没有 什么 什么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没有银子 没有银子 快 快回去拿起 挑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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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走开 你们干什么 这是我发现的 你们不能挖 你们要挖也行 出去挖那边啊 这边 这边 你们要是把两边挖通了 我就去官府 告你们去 连个银子的毛也没有啊 我说 怎么你挖有 这我们挖就没有呢 就是啊 就是啊 怎么回事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下去看看啊 好 你下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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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还记得过来了 我说 有吗 我开始就跟你们说 这儿没有银子 你们还不信啊 我说嘛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多谢各位大哥 改日沉香发达了 一定不忘各位绝路之老 哎 这小子耍咱们 哎 走啊 走 走 走 哎 干住 赵大叔 看见我们家沉香了吗 哦 一个时辰以前啊 我见他在赵家村东头 跟一帮人挖坑呢 挖坑 嗯 天地无地万里 追踪 走 不行 老这么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华山啊 嫦娥 小仙在 你下届去一趟苏州 让百花仙子 把今年攀陶会上用的花草清单 送上来给我看看 是 娘娘 哦 对了 顺便再去一趟华山 让三圣母 也一同上来准备攀陶会吧 嗯 嗯 启禀娘娘 小神正要去华山一带查一件案子 再说这件事本就是小神的事情 望娘娘允准小神 带嫦娥去华山下一职 啊 啊 啊 告辞告辞啊 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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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姐 你把三圣母怎么样了 嫦娥仙子的话我听不懂 为什么不让我去华山 本来就是娘娘让我去华山传旨 我顺路去看看妹妹 有何不可 难道华山出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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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真好看哪 哇 这是哪儿啊 变戏法的 你是神仙吧 这座山是你变的吗 你怎么又来了 请你受我为徒 请你受我为徒吧 赶快下山去吧 你不受我为徒 我就不下山 走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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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娥姐姐 你还好吧 华山没出什么事吧 刘远昌走了 他走了 是不是二郎神又来了 他说若我执意不肯悔改 他会将此事上报天庭 到时候 刘映昌怕我会受到天庭的责难 他就 他走了也好 就算你们能在一起 最多不过也就五六十年的时光 姐姐 能和喜欢的人厮守在一起 哪怕是一天 什么 我 我是说山下那些凡人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做神仙 就是得遵守这些莫名其妙的清规 对了 广寒宫那件事 你跟别人提起过吗 你放心吧 别管怎么说 那件事也是因我而起 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 但当你知道 那个人在喜欢你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欠他些什么 不到万不得已 你还是不能去伤害 喜欢你的那个人 说心里话 你哥哥这么对你 也不能说他错 毕竟他是司法天神 他也有 他的苦衷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又想起了刘彦超 你还是尽快把他忘了吧 好了 你没事就好 我要去一趟苏州 王母娘娘让百花仙子 把本届盘桃会上用的花草清单呈上去 对了 王母娘娘还让你上天 去准备盘桃会呢 姐姐 你能不能帮我告个假 我现在身体不适 哪里也不想去 还是让二郎神帮你告假吧 我走了 我走了 有有有有 很好 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 白石砣扔天上去了 症状我腰到眼上疼死我了 我知道是谁 我咬死他我 不疼了 你来干什么 主人 刘彦昌和陈湘 离开了刘家村 什么 我画的屏障没有挡住他们 陈湘他挖了个洞 他钻住去了 我怕他们给你惹出什么事来 就闻着味儿找到了这儿 一个人的志气一旦被唤醒 将会产生无可估计的力量 跟上 跟上 快点 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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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少爷 表少爷 您怎么有空来了 你看见我表妹了吗 小姐她不在家 不在 去去去去 表妹 快放火下了 人哪 表妹 表妹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啊 表妹 表妹 表哥 我是这里呢 好久不见了 你这练了什么功夫啊 表妹 我是来踢轻的呀 少爷 别放 你 快走 快走 表妹 快放个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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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了 你点了八个 八个 八个 八个支不了啊 算了 退掉一个 退什么呢 退退 绍兴醉鸡 绍兴醉鸡 好好好 绍兴醉鸡不要了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还是去脆皮乳鸽吧 绍兴醉鸡要去了 挺可惜的 你说呢 客官 这我做不了主啊 您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呗 好 去脆皮乳鸽 好 去 还好 脆皮乳鸽不要了 等会儿等会儿 还是去绍兴醉鸡 绍兴醉鸡 醉鸡 绍兴醉鸡 您这回主意拿定了 定了 去脆皮乳鸽 好好 我的妈 哇 客官 您的菜齐了 您不来点什么酒 酒 你这里有什么酒啊 我们这里的酒可多了 什么女儿红 状元红 竹叶轻 可多了 您想喝点什么酒啊 我想想啊 我想想 我让你多嘴 敢问小哥 你这面条多少钱一碗 两万钱一碗 您能不能一文钱卖我一碗呢 面少点没关系 多给点汤就可以了 你那儿不是有三文钱吗 我还有很多路要走呢 您行个方便吧 你没带钱吃什么饭呀 坐去吧 多谢 不行 给他钱 他就该更追我了 多谢 吃饭了吗 吃饱了吗 出门在外的 哪该上话吃饱啊 一碗饭吃就不错了 您能不能给我一碗面汤啊 行 看你也挺不容易的 多谢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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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捡我的银子 我刚钓的 你们不许捡我的 明明是从我怀里钓出来的 多干多干 谁捡我多谁手 这银子怎么会长死啊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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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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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给钱呢 你怎么吃了就跑啊 沉香 沉香 沉 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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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飞 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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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 你下来 给我下来 给我下来 飞飞飞 下来 走 跟我回家 我不回家 沉香 沉香 不回家 自从我离开华山之后 爹的心已经死了 爹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你呀 如果你再遇到一点什么意外的话 爹真是一点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呀 爹 您说过 我是您和娘的全部 可是作为你们的儿子 我受之有愧你知道吗 你们为之付出那么大心血的 不应该是一个没有出息的 懦弱无能的儿子 如果是的话 他不配 你以为我不想救你娘吗 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啊 沉香 你还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 你能做得到的事情好吗 爹 不吃一事怎么就知道不行呢 二郎神设下机关 我也以为我走不出去 如果那时候放弃的话 我现在还在刘家村呢 走出去又怎么样啊 再多走两步 小命就没了 那时候你爹你娘 如何承受得了啊 二郎神虽然不是好人 可我毕竟是他的外甥 他怎么可能下手杀我 你 你 他一直没有杀你 是因为你还没有对他 告成威胁啊 你爹说的一点都没有了 你弄开 来 如果你再不回头 我马上就能杀了你 对 对不起啊 我马上带着回去 我马上带着回去 对 他好 他好像不大听你的话 我要亲眼看着他回到刘家村 马上回去 爹 他是什么人啊 沉香 他就是二郎神身边的那条狗啊 笑天犬 你敢动啊 看二郎神回去怎么收拾你 沉香 你可太把自己当磕葱了吧 我可是奉主人密令了 沉香 你要是现在回去呢 就什么事也没有 你要是不回去 我就地处决 我还有八十多年羊兽 他不能杀我 沉香 沉香 别说了 别说了 他能随便给你加二十年 也能随手给你划掉八十年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到底回不回去 回 不回去 不回去 沉香 不回去 好 我也希望你那不回去 咱们就 一了百了 天下 快跑啊 我拦住他 你拦住我 刘燕昌 你可太可爱了 怪不得三圣母那么喜欢你 陈香 你快走 你别打我爹 别打我爹 走 爹 爹 爹 你怎么样 没事 快 快跑 走 真它 心 hase 爹 爹 爹 你先走 我用包袱把他打回去 不 你先走 你先走 爹 他怕包袱你再不走 咱们这 하나 cabe 爹 爹 我的鼻子 对不住啊 对不住 我的鼻子 有鼻子 好啊 怎么不跑了 跑不动了吧 害怕了吧 还有人没人呢 宝莲灯是不是在包袱里 没有 没有宝莲灯 你就想拦住我 拿来吧 把宝莲灯给我吧 别 滚吧 快 想跑 想跑 都踩到我鼻子上了 连声剑都不到就想跑 对 对不住啊 对不住 现在说 完了 这个太老 不要 爹 这个还可以 细皮嫩肉的 回去给我老婆撑着吃 走 哪里来的妖母 快将那孩子放下 亏你 还是个学乏力的 连我平天大圣你都不认识 平天大圣啊 真不要脸 看人家孙悟空齐天大圣出名了 你也学的叫大圣啊 你再敢跟我提那死猴子 小心老子我生吞了你 哦 哦 莫非你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把兄弟 平天大圣 牛魔王 不让你提 你偏提 找打 干 别别别别 都认识 离得不远 牛魔王 咱们本来井水不犯河水 我也不想跟你过不去 不过呢 你手中的那个孩子 得给我放下 我老牛已经两百年没见老婆了 今天给他送上一顿美餐 你休想坏了我的好事 这个孩子可跟别的孩子不同 只怕你老婆无福消瘦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主人二郎显胜真君的外甥 这下可让我做难了 你说我要是不放他吧 那二郎神的确有两下子 你说要是我放他吧 这不明摆着是我老牛怕了他二郎神吗 对不对 怕我们家主人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啊 搁你那儿不丢人 搁我这儿 这人可就丢大了 所以是你害了二郎神的外甥 这个你要是不说是他外甥 我兴许还放了他 现在你既然说了 我可就骑虎难下不得不吃了 对吧 是是是 你要非想吃的呢也成 你把他身上的包袱给我 你把他身上的包袱给我 好 拿起来 给我啦 给我啦 拿呀 你拿呀 你拿呀 拿呀 拿呀 真假 大王 大王你要抓抓我 把我儿子放了好吗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岁数太大 我老婆不喜欢吃你 滚开 走 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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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夫人 四公主 四公主 林远昌 什么事啊 快 快四公主 快去救陈香啊 他被一个叫牛魔王的妖怪抓走了 说给他老婆争的事啊 牛魔王 这可麻烦了 那个牛魔王法力无边 三界之内少有对手 这可怎么办呢 那 陈香就没救了吗 对了 牛魔王的老婆 铁山公主 住在翠云山芭蕉洞 这样 我先去翠云山 然后 你立刻雇一匹快马 上苏州 请百花仙子 希望这样 能救得了陈香 好 好 走 夫人 你看 这皮肉 多细嫩啊 夫人是不是 哎呀 你说这炖了吧 太可惜了 清蒸吧 又没味儿 干脆咱把它红烧了吧 啊夫人 哎 我是乡下人 我看着戏呢 其实啊 我肉糙得很啊 哎 乡下人好 瘦肉多 不像那些城里人似的 白白胖胖的 静止油 你 啊 哎 我虽然是乡下人 但是我平时啊 好吃乱做我不干活的 所以啊 我我也腻啊 哎 不干活没关系 哎 只要你是乡下人 就行了 总好 夫人师父 我吃什么都没关系 可自从圣婴跟观音菩萨走了以后 这两百年来 你连一次面都没露过 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知道 这两百年来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两百年都没露面了 这一露面就让我赶上了 哎呦 我背到姥姥家了 夫人 今后 我尝回来看你不就行了吗 哼 你说的好听 你若能天天陪我 我天天吃素都行 哎 活也是没办法呀 玉面公主那边 你说这 你不要跟我提那个贱人 好好好好 咱们不提不提 不提那贱人 哼 你在她面前 也说我是贱人吧 哼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若然 就在这儿 嗯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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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